各位网友大家好 其实过去两个星期都有几个相当重要的经济数据 是关于加拿大公布了的 不过因为过去两个星期 首先美国减息50点子 接着香港的股市又疯了 所以一直拖到今天才有时间跟大家做一个更新 所以一次过就跟大家做一个总结 重点最主要是这些数据出来之后 对央行今年甚至乎明年前半年减息的步伐 影响有多大呢? 即是现在市场预期央行会减多少息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最主要你要分开两个不同的层面去看 第一个就是 其实现在加拿大有没有条件进一步减息呢? 当然就要看一看不同的经济数据 首先就要看回央行在7月份的MPR 即是Monetary Policy Report 里面对经济的一个预期 首先对于CPI 即是通胀来说 它就说到年底 今年第四季就会回落到2.4% 即是仍然比它2%的目标为高 至于核心通胀也都是在年底到2.4% 整体的经济增长的表现 它就觉得第三季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因为头半年 其实加拿大整体的经济 GDP增长 都是大约1.5%左右 它就说 Q3 第三季就会有一个好转的 究竟最新的数字 和央行7月的预期相差多远 是好了还是差了呢? 首先看看整体的Total CPI 最新公布8月的数字 已经跌到2% 即是说 比央行预测的2.4%低很多 更加重要的是 如果你将整体的通胀拆开 成为不同的items 即是不同的物品和不同的服务 你会发觉有35% 其实通胀是低于0 即是说8月份 今年的价格 相比去年8月份 其实是低了的 不单只是没有通胀 对于这35%的items来说 其实是有一个通缩的 当中最主要包括 都是日常一些生活的物品 包括三副鞋物 珠宝首饰 以及炉头雪柜 甚至乎傢具 其实这一类的物品 在过去我几次都提过 今天的价格相比一年前 其实是低了的 而另外36%的items 相比去年的通胀率 就在0-3%的範围里面 这个范围其实也是 央行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 所以不算是属于太高的通胀 唯独是有大约29%的items 它的通胀率比去年多过3% 所以无论你看整体的平均数 2%或者拆开在不同的物品 和价格里面 其实大部分已经受到控制 而核心通胀在8月 已经又回落到2.4% 即是说比央行原本的预算 去到年尾才去到2.4% 是早了几个月达标的 至于经济增长方面 根据现在有的data显示 作一个预测 第三季经济增长 是其实和第一和第二季 相差无几的 应该是会小过2% 即是说比央行7月的预期是弱的 所以整体来说 无论你看通胀 又或者经济增长 都是比央行预期 特别是7月发表的报告 为低的 所以整体来说 条件就肯定是很足够的了 你说有条件去减息 那可以减多少呢? 其实过去我都和大家说过 一个概念 就叫做neutral policy rate 那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 当经济不是过冷又不是过热的时间 央行就认为 它的policy rate 应该是在2.25%至3.25% 这个范围里面 其实这个neutral policy rate 是更加可以拆开成为 inflation和real的natural rate 即是说扣除了通胀之后 那个真正实质的interest rate 是多少的? 在一个不是过热又不是过冷的情况下 inflation应该是回到央行的target的2% 所以如果你把2.25%至3.25%减了2% 即是说real的neutral rate 这个水平的水平 换句话说 扣除了通胀之后 real interest rate 应该是仅仅高过这个通胀少少 这样就是一个neutral 所以这个neutral zone in real terms 就是0.25%至1.25% 这个是扣除了通胀之后 如果是高过的话 就代表那个monetary policy 是太过紧了 restrictive 那什么情况之下 你要出一个restrictive 或者很紧缩的monetary policy 当然就是当经济过热 有excess demand 相反如果是excess supply的话 in interest rate应该是低过neutral zone 那你说现在的policy rate是多少呢? 我就借用了最近Bank of Montreal 一份的报告当中的一个图 简单说 灰色的就是我刚才说的neutral zone 那你说neutral zone 为什么有时上有时下呢? 因为经济条件是有少少不同的 所以央行其实它对这个neutral zone的定义 都有少少的改变的 不过变化就不算是太大 而蓝色那条线你就看到就是 所谓的真正或者实质的policy interest rate 即是说将那个利息扣除了通胀 那很特别的一点呢 就是过去两次都有减息的嘛 减了50个basis point 但是如果你看下 那个real policy rate 其实是向上的 为什么呢? 因为real policy rate 就是相对于你的inflation 如果你的通胀不断减 但是你减息的速度 比通胀的回落速度为慢的话呢 其实你的实质的interest rate 即real policy rate 是向上的 所以大家需要留意的 虽然减了两次息 但是in real terms 其实是比以往更加restrictive 所以整体来说 现在那个policy rate 就是4.25% Inflation通胀就是2% 所以实质的interest rate 是2.25% 所以很明显 就比neutral zone 是高很多的 现在央行的研判 就说整个加拿大的economy 其实是在一个excess supply的状态里面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环境 其实那个policy rate 应该是产生一个刺激的作用 由此可见 减息的空间 由现在这个位置 是可以减最少200个basis point 所以最后就要答一答一个问题 现在市场预期是怎么样呢? 这个就是根据昨天的市场 最新预期加拿大未来的几次减息整体的幅度 会有多少 对于10月这一次 市场现在基本上是50-50 即是说50%的机会 他觉得减25 50%的机会 他觉得减50点 所以如果你计算平均的话 就出现大约38点 去到年尾市场 现在大约觉得 是会减69个basis point 4写5入的话 即是说10月和12月这两次加起来 是会减75个basis point 即是说如果10月减了50的话 即是说12月就会减25了 相反如果是10月减25的话 12月就会减50 总而言之这两次加起来 若若莫莫是会减75个basis point 去到2025年头半年 即是1至6月 就有四次的以息日期 根据现在市场的看法 就是说今年减75了 明年头半年就会再减75 即是说在这四次里面 其中三次是会减25 所以由现在到明年的年中 头半年总共是会减150个basis point 如果我们看回之前那张图 其实减息的空间是有200个basis point 既然现在市场是预期 去到明年的年中只是减150的话 明年的后半年就仍然有50个basis point 的减息空间 即是说明年基本上就是整个减息周期 就会完结了 只不过是明年的头半年就已经完结了 还是去到明年的后半段才完结呢 就是这样 如果要我自己估计一下 我觉得现在市场的预期减息的幅度 是略为保守的 如果我要估计的话 我觉得已经有足够的条件和空间 是可以在明年头半年就已经完结了200个basis point 的减息了 这个就是我现在的研判 当然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是可以令到这个减息的步伐 快点或者慢点的 最简单 最近都知道这个中东那个局势又越来越紧张 那会不会影响到那个油价呢 又或者那个房地产的市场 当然现在似乎都好像呢 未是很活跃的 那如果再减多100个basis point 或者更多的时候 那个市场 特别是楼市 会不会又热回呢 旺回呢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 在未来的九个月里面 一些很多不同的不稳定因素 不过根据现在 可以看到的数据 作为一个估计的话呢 我就觉得 应该 明年头的半年 就可以减了这200个basis point 好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那下次跟大家讲不同的话题 再见 拜拜